哈喽大家好我是罗老师 今天呢又来到我们的罗文讲历史的时间了 我们今天呢再次欢迎到我们的建雄兄 许建宏大家好罗老师好 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比较冷门的议题 但是你如果是内行的话 其实你会有兴趣 我上一次呢跟李天堂老师有讲过 所谓的那个阿富汗战争 但是那是属于苏联的阿富汗战争 就1979到1988那一场 对那我们今天就请建雄兄来讲一下 因为这是一个很乱的一个情况 尽量有条理的把它讲出来 就是为什么 美国要介入这场阿富汗战争 然后为什么有人说这个 宾拉登或者是所谓的基地组织 其实是美国所扶植出来的 然后为什么现在的那个阿富汗会这样子的天下大乱 然后再来就是 盖达为什么跟伊斯兰国又分裂出来这样子 这个很复杂的题目 我们请那个建雄兄帮我们来解释一下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说 那这个伊斯兰国是怎么崛起的 这边是讲说塔利班被推翻了 对 那后来美国 对对我先讲一下 我们现在几个名词 第一个是盖达 再来是塔利班 然后再来三是伊斯兰国 对 他一开始是盖达 然后再来演变出塔利班 那有人说美国让伊斯兰国起来 其实也不完全错 但是美国是无心之间让他起来 不是有心之间让他起来 我们先想想看这个伊拉克的这个统治结构是这样的 海山他是什叶派 什叶派领袖 对什叶派 可是那个伊拉克的有很大一部分的统治是迅尼派 迅尼派占多数 那迅尼派在这个时候 这段时间他是长期被海山打压的 对 压制 就是说伊拉克有三大统治 库德 迅尼 什叶 那海山是属于什叶的 什叶派的 什叶派领袖 是什叶派的世俗派 世俗派 对 那他被推翻之后 什叶派的力量就起来了 对 那库德族的力量也起来了 库德族也起来了 那什叶派的领袖 他起来之后 他也会 第一个什叶派他也不完全的贴美 迅尼派 什叶派 什叶派 新的什叶派 海山被推翻之后什叶派也起来了 那美国一开始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三个代表 对 这其实根本没那么理想 不可能 那什叶派想消灭迅尼派 迅尼派想消灭什叶派 什叶派 那什叶派起来之后 他们有一些人是靠伊朗 对 那伊朗也是也有支持恐怖组织 比方说什么圣城军啊 对 什么真主党啊 对 所以说也是一票恐怖分子 对 然后那个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这个 什叶派的人也被 迅尼派的人也被什叶派欺负 抱歉有时候我会讲 对 也被他们欺负 所以他们也 所以那个盖达也趁虚而入 也经历了他们的恐怖分子 简单来讲 就是海山死掉之后 在伊拉克也群龙无首 就陷入个大部分 对 有一个我们正式学上 这个叫全力真空 对全力真空 全力真空下来大家都要来争 可是你要再打出一个王来 那个太难了 对 那其实我们也看 其实美国在2017也拍了一个 那个National Geography也拍了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电视就是讲 美国跟什叶派的优积 对 就是说看起来好像美国在服侍什叶派 对过虚拟派 其实又 海山是虚拟派嘛 它被推翻了 所以什叶派起来 对 那个什么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那为什么 伊斯兰国又从那个 盖达要成立 那那个扎卡维 后来他本来的组织叫做 盖达组织 伊拉克分部 对 就是 Al Qaeda in Iraq 就是所有美国都这样叫他的 对 可是后来他跟宾拉丹之间也有一些冲突 因为扎卡维他是约旦人 他就是 他的思想更激进 他比宾拉丹和扎瓦西里还要激进 对 所以他后来就脱离了 就成了一个 就变成第一代的伊斯兰国 就是他在领导 对 也就是说里面又分裂出来 因为 因为我们都以为说那个宾拉丹他已经够激进了 事实上他里面又有更激进的人出来 对 因为我说实在的这个 这个东西很难讲 就是大家都想要当王 我就觉得你的不对 我的路线才对这样子 那到最后就是伊斯兰国就被赶出来 有点像被赶出来这样子 可是他发展的反而还比他又更好这样 对 对 对 那个我刚刚有没有把海珊讲成实业派 应该没有 海珊你一开始讲实业派 对 所以我就觉得奇怪 他是逊尼派 对他是逊尼派 对抱歉 这个要修正 但是后来又转回来了 不是我刚刚对 我刚有点讲 也讲的是实业逊尼 实业逊尼 对对对 所以我就中东问题就是很 很复杂 就在这里 那我跟你讲 海珊跟叙利亚的那个阿萨德 都是巴斯党 可是他们两个派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 阿萨德就是实业 就是跟伊朗讲好实业派 对 海珊是逊尼派 海珊是逊尼派 对 再讲一次海珊是逊尼派 刚刚实业派是什么 刚刚我讲错 因为讲太快了 不好意思 对好 那我们现在再讲的是分裂 分裂 对就是说这个 奥开达他就是逊尼的 然后那个真主党 还有那个什么 圣城军他们就是实业的 就是跟伊朗 就是说大家都在搞恐怖分子 互相也是敌对 对 反正到了后来那个 扎卡维在2006年 被美军的F16引下炸死了 对 所以炸死之后 2011年又除掉了比拉登 对 那照理说他们 然后那个时候 美国也用了一个比较聪明的政策 来对付这些激进的领袖 比方说那个时候 有一个运动叫觉醒运动 就是说要这些 迅尼派的抱歉 就是专门去针对迅尼派 因为迅尼派之前 不是被失业派打压吗 对 所以美国会要求 失业派不要打压逊尼派 然后同时又去跟逊尼派 做一些和解 让他们脱离这些激进组织 所以在2011年之前 还算有点成功 对 可是到了2011年 欧巴马他看到说 这个比拉登被干掉了 干掉了 他觉得就该撤军了 所以就撤了 撤军之后 这个失业派又起来 就继续打压这些逊尼派 然后这个时候 刚好 叙利亚要把他内战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新的经济分子 叫巴格拉底 他就从这个趁乱 他就扎卡为一个继承者 趁乱 伊斯兰国的继承人 对 所以说 呃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伊斯兰国其实同时两个国家都有 他是在这个 叙利亚跟伊拉克的边境 都有 对 他有两个首都 摩苏尔跟那个 拉卡 叙利亚 了解 对 对 那 然后 他们其实到最后是 真正打败他们的人 其实在我看来是苦德主 美国提供公共同资源 对 库德主要的 只是独立而已 对不对 其实又很复杂 因为库德主分在那四个国家 他也有不同的派系 每个都有不一样的 有不一样的想法 对 只是有一个共同 他们是亲美的 也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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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土耳其的那个工人党 他就是被 美国立的管理 管理之类 对 了解 所以说里面又有这样子分出来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集主要就是跟大家讲 就是 伊斯兰国的崛起 下次再来他怎么被消灭 被消灭 然后他怎么跟那个盖尔组织 冰拉登他们决裂这样子 然后 美国现在深陷 那个这样子的泥沼 其实 很难脱身 因为我说他 他如果 他如果在 在那个在抽手 他就是跟 他犯下 他就是他犯下的错 大概就是跟 当年的中国那个措施一样 可是他也没办法不措施 就是很复杂 你不抽手 中国跟俄国就会继续壮大 就是 一个很尿难的问题 对 有时候我就跟你讲这个 事业劳大不好 也不好当 对 事业劳大不好当 然后 你帮喔 又要帮到 对不对 因为当年 因为美国帮盟友就是帮 他只要觉得他的这个战略阶段完成 然后他就撤退 对 就是这样子 当年的那个国民党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南越也是这样子 南越也是这样子 就被放弃放弃 放弃之后 最后你再后悔你来不及了 对不对 你再后悔 结果你全部都被赤化了 南越倒是还好 因为他被放弃之后 现在越南统一 或又成为美国的抗中盟友 所以到时 美国倒是 当然还是很可怜 南越那些传统盟友 还是很可怜 对 没有不一定喔 越南还不一定是抗中盟友 因为越南变成说 他现在是有点在那个游泳 可是他的军事力量跟美国是比较好 是比较好一点的 对 因为越南自己里面也有 亲中跟反中的势力 那像目前为止的政府 应该比较倾向于 就比较亲美这边的 但是就是 你要帮 就要帮到底 可是帮到底也会有别的 同意政策 对 可是你的国会不会同意 相信阿富汗要帮到底 因为他的政府就是非常扶不起来的 对 有时候你又扶不起来 你一开始就好好帮那个 那叫什么 马苏德就好 可是马苏德有个问题 他不是普色富人 他可能也不见得很同意 这个阿富汗 所以这样的国家 说不定就是让他奋力 像我觉得伊拉克 分成三个国家也很好 对 因为那三个国家 本来就是列强化出来 那不像中国本来 我们就是一个古代就是这样 那问题是中东列官司 画出来的 那些是英法画出来的 对 本来就没有什么雇佣家运可言 全部都是以前都是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帝国 那个巴比伦 全部都是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些国家 不应该这样讲 以前就是反正都是属于 反正就是两个流云人 文明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 就是各个民族分裂 然后再这样宗教 对 然后到现在就正复杂 其实也是一战的时候 奥托文的帝国分裂的时候 才搞出这样的问题来 不然的话 那本来就是 那本来就是 画出来的土地 你要分裂它也没什么 对 反而统一还是 统一反而是异常 它分裂可能才是那个 那我都不同的民族 你硬给它三个国家 很奇怪就觉得 对 然后我们这边在看的话 还是会希望 就是说那边 因为 你不管怎样 有一句话说 您做那个太平狗 不做乱世人 就是这样子 因为你这样子 战乱不平等 最惨的还是这些百姓这样子 因为他们现在可能 还是过着那种 很原始的生活 我再讲一个 你说那些恐怖分子 为什么他们那么的 抑制坚决 很多人还是说 他们跟 为什么怎样都消灭不了 不是应该说 他们为什么都不那么不怕死 很多人就认为 像我看来 我跟一些朋友聊的 有些人说 他们跟那个 我说错了 千万不要把他们跟 我说错了 倒不是说他们很惨 而是说他们的动机 是为什么他们去死 宗教无关 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死了会有72个猪女 而且他们认为他们这辈子都很惨 他们是求一个来世 他们认为他们死了之后 下一辈子就会变化 所以他们的出发点 还是为了他们自己变化 还是为了自己 因为经济学的 根本 根本的就是人是智力的动物 所以你说那个 72烈士 当然是为了72个猪女去死 而不死 不可能 所以就 圣战士的 他就是说 你只要是为圣战而死 你就是一个殉教者 所以对付他们就叫女兵去对女兵 他们不能被女人杀死 哦 对 对 难怪就是在那个时候 顾德组的女兵 他们会 尼瑟里也是女兵 对 原来是这样 对 好 今天这么复杂的一集 各位看得懂吗 那这个非常感谢 而且这个海山要修正 他是逊尼派 逊尼派 然后 那伊拉克目前是 十业派在掌政吗 对 十业派 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 比较靠下伊朗 所以美国反而帮伊朗做了假 就是美国出兵 这个伊拉克 刚好现在 反而帮伊朗 帮了伊朗 对 与其说美国复制了伊斯兰 不如说美国服了伊朗 对 哦 这真的很复杂 非常感谢建鸿兄 然后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 就是苏联的阿富战争之后 然后 到那个美国的阿富汗战争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为什么 里面又分什么盖达 然后又分什么塔利班 然后又分出那个伊斯兰国 那 非常清楚的一个解释 那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 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建鸿兄来帮我们来再解释一下 好 那如果你喜欢这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也欢迎订阅 曲建鸿的 那个 风传媒的 还有关键评论 还有关键评论 就是叫曲建鸿 对 曲建鸿好 那感谢建鸿兄 那喜欢这影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们今天的罗文讲的历史 就到这里了 拜拜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罗文好公民频道 已经开启加入会员功能 只要加入会员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会员专属影片 那如何加入呢 只要点击影片下方订阅按钮旁边的加入会员功能 就会看到许多的专属会员的功能介绍 制作影片非常不容易 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